未经每日新闻之精华 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到的是 民众党的假仗风波稍不停 现在整个党真的是名誉扫地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柯文哲 在记者会的现场 他有为此深深一举功道歉 但是大家问来问去 这问道有关于4300万伤办的问题 先请教于将军 刚才柯文哲 他前情提要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都常常只看到需要 没有考虑到后果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多的纷争 是他思虑不周 重点是 资金到底什么人收起吗 到现在才没说 鞠躬不认错 道歉不下台 这就是柯文哲 是请假不是请辞 听得好 鞠躬多简单 我没有错 这思虑不周而已 鞠躬不认错 道歉不下台 这就是柯文哲 今天这场记者会铺陈这么久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我请假30天 但是问他说 三个月 三个月 我请假90天 三个月 那么这三个月请问 主席你属意谁 告诉你 不会有 不会有 因为后来推了周渔修出来讲 不知道到底回答什么 谁规定请假一定要有代理 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 虞将军讲到关键 不需要代理人 所以周渔修怎么讲 这些我们大家在一起 我们再讨论一下 大家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就是 不用派 主席还在台湾 有什么事去问他就好了 请假而已 对 请假而已 又不是请辞 这样谁敢调查他 对 所有的事情 可能是周渔修代批 因为当柯文哲请假以后 他的党值最高 周渔修代批 周渔修要去问谁 去主席家问他不就好了 主席这个还不要批 好 那你就批 这第一个是周渔修 直接代理 那不用 反正我也没有代理主席 我有什么事去问主席 第二个就找一个 人头主席来 不愿意管事的 备份够的 然后口袋够深的 就来当主席 那当主席你也不要财事 什么事柯文哲决定 那主席就跟着批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请假三个月 只是障眼法 为什么说障眼法 第一个 不用被媒体追 我有不在场证明 我请假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精华尘案燃烧到它 传到它的时候 对不对 它也不用难堪 所以三个月 如果能够安然度过 它就复刑事事 它就复刑事再出来 如果三个月 没有办法安然度过的话 对不对 积压也才两个月 怎么样都 积压两个月 它直接就去避风头了 再延压一个月 三个月也 也刚好请假回来 刚好消假上班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这完全是他逃避 整个未来增讯它 或可能会伸压 甚至积压的一个借口 我先请三个月假 所以为什么三个月 为什么不是两个月 为什么不是一个月 三个月 最大积压前就三个月嘛 就先给你想好了 那你说三个月 从哪天开始算 柯文哲决定呢 他递假单呢 是 又不是从今天开始算 从被约谈那天算算不算 对不对 我哪天被约谈 我哪天被叫到北柬 叫到廉政署 我从那天开始请假算不算 整个党都他说了算吗 对啊对啊 所以今天这场记者会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我要请假三个月 但是三个月 从哪天开始算 是北柬而定 请假三个月 会不会真的就像将军讲了 这个是所谓的障眼法呢 刚才除了租金没有回答之外 牧可现在说什么 要给人家追回多少 一千三百万 不真是这件公司 现在已经解散了 到底要去哪里留了 所以柯文哲请假三个月 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他都不用回答了 这些重要的问题 本来是今天记者会要回答 但柯文哲完全没有回答 牧可跟这个障 牧可一千三百万的 到底要怎么追回 柯文哲说 他们两边都有律师互相告 现在接下来 他们请假了 他请假了 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追了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根本不是障眼法 他是一刀切 切到我请假 我从现在不回答三个月 不回答三个月之后 这件事情 我也不回答相伴 我也不回答主机 我都已经不会有问题了 你们再去追陈志涵 再去追吴怡轩 因为柯文哲已经请假了 所有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了 我觉得这就是柯文哲 打的如意算盘嘛 但是社会有这么容易简单就算了吗 当然没有 柯文哲说他思虑不周 诶 请问 最喜欢讲自己智商157的人是谁 就是柯文哲 自己最爱讲说 我是台大医生呢 我是台大医生呢 我最爱SOP的是谁 是柯文哲的 我IQ157 是不是我智商157啊 我最厉害啦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你思虑不周 我告诉你这种 钱转来转去 从自己的竞选账户 转到木可 再从木可 转到自己的私家账户 这个不是思虑不周 这是思虑非常周 这是算得很精好不好 对 一般的人谁会这么算 所有人都选举过的人 哪有人被人家抓出来这样子 而且被抓到之后 你看吴怡轩第一时间讲什么 说那是木可 不是授权费 是给木可的物流管理费 理货费 对不对 现在又被抓到说 木可给了柯文哲400万 是授权费 张继凯说450 是450万 不管是400万450万 柯文哲现在讲什么 现在这个陈志涵说不是 这是要回捐给党的 这不是很好笑吗 你刚开始不是告诉我说 这不是授权费 现在又变成是授权费 而今天刚刚陈志涵讲的是什么 说1300万的授权费 是竞选总部给太多 给木可 木可要太多 那你陈志涵就在打脸吴怡轩 吴怡轩说给木可的1300万 不是授权费 是物流管理费 结果你们今天查账记者会 告诉大家说 这是所谓的授权费 木可要太多 所以要去跟木可要回来 而木可是一个正在 已经清算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讲法 真的是把台湾人民当笨蛋 你们演了这一出戏 然后大家陪你们看 然后现在柯文哲 说我请假三个月一了百了 这算是乃吉 这算是乃吉 刺激线上 精彩影剧通通面分